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Sylus的营养天地 我是Sylus 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扫心肝 肝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从这张图片 你们可以看到 肝脏在我们的横隔膜 下方 被肋骨包住 从第七条肋骨 到第十二条肋骨的位置 包裹着 上面是肺 上面是肺 那它的后方是胃 我们看到那个横隔膜 是跟肝黏在一起的 它是由一条韧带 叫关装韧带 是肝脏的最上面的部分 跟这个我们的横隔膜 是相互连接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 横隔膜降下来的时候 它那个肝周围随着它 这样子的往下降 很多医生 有些西方医学 他们的出诊 都是用这种方法来 碰出我们肝部肝脏 因为我们肝脏平常是被包裹着的 然后我们的肝呢 又分为左肝叶跟右肝叶 右肝叶比左肝叶大 然后中间呢 是由一个黏胀韧带所连接的 然后我们把肝脏反过来 反过来 这会看到它的右页上方有个压痕 这个压痕就是肺脏的压痕 然后左边的肺叶也有压痕 它的压痕是由胃所做成的 然后整个肝脏的中间 有个H型的伸钩 那个右边的那个钩比较大 是放板囊用的 然后我们的左边的 有两条血管 从那个比较小的伸钩进到肺里面 一条是肝动脉 另外一条是肝蛮静脉 然后从肝脏的上方 还有一条血管 是肝静脉 从肝脏出来 到了我们的下肠静脉 上年 那下肠静脉就会往上走 通过横隔膜 进到我们的上肝腔的心脏 那我们看看我们右手边的那个图 可以看到有两条血管 然后进到从下方进来 就是一条红色的动脉 跟一条蓝色的肝脉静脉 另外有一个绿色的 就是胆管 另外就是旁边有个胆囊 上面呢是肝动脉 肝静脉 肝静脉就是出去跟下肖静脉相连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我们的肝息 可以看到肝脏有一条红色的血管 红色的血管是动脉 那肝动脉进去的时候 是供给我们的肝脏细胞养分跟氧气 然后静脉有一条紫色的是肝门静脉 肝门静脉呢是从我们肠到胃跟皮 这个地方的血管 的静脉血管 汇集在肝门静脉进到我们肝脏 进到我们肝脏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绿色的 绿色的就是从所有肝细胞里面 有很多的胆管 胆管就是从肝细胞里面产生的胆固层 我们经过这个胆管 还有左胆管右胆管 然后进到一个总胆管里面去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胆脂 全部进到胆囊里面去 让在胆囊储存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去的一条蓝色的静脉 就是肝静脉 肝静脉出去就跟下肠静脉相连结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肝脏很重要 很重要 它有几种功能 肝脏的功能包括合成胆固层 制造胆脂 还有就是把葡萄糖转化成肝糖 解毒 把化学物质啊 或者说药物啊 一些农药啊等等的解毒的功能 还有形成蛋白质 制造荷尔蒙跟酵素 还有就是吸收维生素 还要说转化维生素 转化 活化了 维他命A跟维他命D 维他命A呢 是可以变成四王醇 四王酸 四王酮 四王酮 那还有就是维他命D 变成25OH的维他命D 然后 当肝脏产生这个维他命D的时候 它会进到肾脏 变成125OH 维他命D 那就是帮助我们尝到吸收钙的功能 然后 我们看到肝脏的功能以外 肝脏也有很多的 因为肝门静脉的问题 而死到我们很容易产生质病 那种质病呢 主要是炎症 炎症 炎症包括肝毒性的 就是那个病毒产生的肝炎 或者说走性性肝炎 药物性肝炎 还有自体免疫性的肝炎 这些肝炎 因为会做成细胞的死亡 或者说肝脏的受伤 那在肝脏受伤以后 会产生纤维化 产生钙化 那就变成肝纤维化跟肝硬化 当肝硬化了以后 也很容易产生肝四胞的毒性 产生那些毒素 形成肝癌 产生性肝癌 那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图里面 那个非走晶性脂肪肝病的自然病情 病情 那我们通常 在正常的肝没有问题 然后当我们吃过量的东西的时候 会变成单纯的脂肪肝 那单纯的脂肪肝呢 我们不理它 反而说经过细菌感染的人 后 病毒感染的人以后 它会变成脂肪肝炎 反而说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以后呢 就会变成肝硬化 然后甚至变成所谓的肝细胞癌 肝细胞癌 肝细胞癌的产生可能是 这个单纯的脂肪肝也可能 肝纤维化也好 肝硬化也好 也都可能会产生肝细胞的癌症 然后我们也看看 这些状况里面 何不可逆转呢 基本上来说 单纯的脂肪肝是可以逆转成 一层正常的肝的 然后 纤维化也可以 但是肝硬化是比较困难的 我来说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肝脏的形式 它本身的形状应该是怎么样的 它一个正常的肝是怎么样的肝 你可以看到 是一个珠红色的 发亮的 平滑的 那个肝脏是一个很漂亮的肝 但是如果我们肝外层 爆了很一层 好像油脂的东西在里面 变成好像油亮亮的 但是它是有些肥膏在上面的样子 这种东西就是三酸 跟油脂包裹这些肝脏 那在这种状况里面 它的重量 超出肝脏的重量5% 然后就算是脂肪肝 另外一个状况是我们把它切片 切片看到了肝脏细胞里面 有一些脂肪空泡 这种东西也称为脂肪肝 然后20%到25%的脂肪肝 可以做成肝纤维化 然后有20%的肝纤维化 会转化成肝腻化 那是再看一下 下面纤维化的肝的形式 是可以出膜以后 会看到一个凹凸不平的 凹凸不平的 然后肝硬化呢 它是摸下去 除了凹凸不平以外 它还有一点硬度 然后最严重的就是肝癌 然后我们看看一个切片 从活体的切片 看到的肝脏是什么样 一个健康的肝 就是一个珠红色的 很漂亮的血管分布 很平均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我们喝酒过量的肝 你可以看到 它是粗糙的是灰色的是 有黑斑的 有发霉的这样子 那个样子 让人家感觉一看就知道 这个肝是不正常的 是一个很大问题的肝 那我们是喝酒做成肝炎呢 还是说氏菌做成肝炎呢 然后松手是什么呢 我们从简单的看 我们喝酒是直接到我们肠道 而不是直接到我们肝 所以从肠道里面去了解 为什么会产生肝炎 我来说走晶性肝炎的问题 主要原因就是走晶进了肠道以后 使到我们的肠道改变了 改变什么呢 第一个它的通透性改变了 它通透性改变了 变大了 第二个事情就是 它的使到我们的氧化应激能力 增加了负担 增加了负担 使到粘液成 那个煤烂跟溃烊的问题 另外第三个就是改善了 改变了 改变了 我们保护我们 粘液成的一个糖基化作用被改变了 另外就是 我们粘孵在上面的细菌 风度跟组成都被改变 所以才形成了整个肠道的问题 然后肠道出了问题以后 我们的肠道里面的上皮保护成 这被穿透了 一穿透了以后 很多的细菌 很多的毒素 很多的病毒 就随着肝门静脉到我们肝脏 到我们肝脏 然后这篇文章里面说 怎么去做一个治疗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吃食物 那种食物是对肠道菌的群落有所影响的 第二个就是医生菌、医生源跟核生源 第三个就是抗生素 第四个是分辨群的菌群移植 最后一个就是用维生物群的靶向疗法 那走进去影响我们肠道 我们肠道怎么样保障 保护我们的身体呢 其实这四道屏障 四道屏障 你可以看到的四道屏障 这包括化学屏障 机械屏障 免疫屏障 跟生物屏障 然后这个图的右手边 就是说它粉红色这个部分 是一个肠道上皮 我们上皮的组织 这个上皮组织里面 为分泌一些粘液 那粘液来保护那个上皮细胞 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 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细胞 包括巨石织胞 或者T细胞等等的一些细胞 万一有致病菌进来 毒素进来 它可以综合化成 吃掉那种致病菌 然后来保护我们的身体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好的菌 好的菌 会让我们没办法消化的食物 菌化纤维分解成短量的脂肪酸 甚至说 会分解很多的粘液 在那个上皮细胞的粘液层的 在上面 就是最外层的状况里面 使到那个致病菌 不容易进到我们的 那个身体里面 那来保护我们的肠道 那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喝了酒以后 会产生什么状况呢 这会使到大量的 好的菌死亡 好的菌死亡 好菌死了以后 它那个制造 短量脂肪酸 反而粘液就变成少了 变成 比较薄了 而且 再进来 就把我们的粘液层也被破坏掉 我们的那个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层也被破坏掉 再下来就是说 如果它走的量更多的时候 就会使细胞萎缩 变成细胞与细胞之间产生间隙 产生间隙 那 致病菌跟病毒细菌 就会随着这样子进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 那血管 尤其我们的肠道的静内虫 然后就会聚集 很容易就进到肝能静内 从肝能静内进到肝里面去 使到我们的肝形成肝炎 肝坏那个病变 然后 再下来呢 我们就看 肝炎有五种病毒 可以产生病毒性肝炎的 就是ABCDE A跟E两种病毒呢 是由食物传染的 基本上不会产生慢性疾病 不会产生慢性肝炎的问题 但是呢 B跟C 是会做成慢性肝炎的 而且会致癌 会做成癌症 然后 A跟B A型肝炎跟B型肝炎是有疫苗的 C型肝炎是没有疫苗的 当然D型是什么呢 D型肝炎是要有B型肝炎表面抗原的配合 才会感染D型 所以B跟D会常常在一起 那B跟C是可以传染 可以变成慢性肝炎的 那 非病毒性肝炎有什么呢 当然就是有走进性肝炎 药物性肝炎 猛爆性肝炎 跟肢体免疫肝炎 这些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药物 药物对我们肝脏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尤其是抗生素 抗生素 大部分从肝脏去分解代谢 然后再进来的就是在肾脏 当我们肝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到肾脏里面去 所以肝肾的伤害非常严重 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解热症痛肌 包括那个是Panadol 我要说称为Scanlo的一个止痛药 那个止痛药是在肝脏代谢 代谢完了以后 它会产生肝毒性 然后其实很多的药物都会这样子 包括降血糖药物 抗 抗 甲状腺抗净的药物 或者说抗捷克药 增进安眠药 抗肿瘤 抗肿瘤 或者说抗 心血管的药物 抗心血管的药物 也有一个叫 Digitoxin的一个药物 或者 那个 增进安眠药里面 抗颠肩药里面 也有一个叫Digitoxin 那些东西都是要经过肝脏 首次代谢完了以后 又进到肠道 再进回肝脏 不断的这样子循环 使到它的代谢物产生药效 但是相对来说 肝脏的毒性也不断的增加 那称为首度效应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肠肝循环 肠肝循环在整个肝脏的问题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讲胆脂 胆脂 胆脂有95%是可以重吸收利用的 那5%是新生的 然后主要新生的胆脂 是从肝脏的细胞 肝脏的细胞 然后利用胆固醇 制造胆脂 胆脂经过胆管 然后进到我们的胆囊 胆囊呢 因为食物进到我们胃里面 刺激了胆囊分泌 分泌素使整个胆囊把胆脂推出去 推出去以后 到了肠道 十二指肠 就是在胰肠之间的一个管道 管道进到十二指肠 然后混合了十二指肠的 胰胀的分解酶 来分解食物 但是呢它到了扫肠的前端 然后回肠 它就开始被吸收 被大量吸收 吸收了以后 95%的就吸收到 回到那个肝脏性脉里面去 5%就随着那个分辨排出 所以我们的分辨是有黄色 或者有些绿色的状况里面 就是胆脂 这个胆脂 或者说胆盐 然后那个95%呢 就这样子回到肝脏 从肝脓静脉回到肝脏 那这个循环 就不断的循环 这个循环是肝肠循环 或者说肠肝循环 OK 然后我们再看看 一个中国式的 传统医学里面 有一个叫子午流注 那是中国时间医学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图 就是说我们下午晚上11点钟到凌晨3点钟这段时间 如果我们没睡觉 对我们肝胆是有所负担的 然后如果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好好睡觉 胆跟肝都可以收复 和保养我们的胆跟肝的 这个是我们的老祖宗用植物流注这个图 来说明中国医学的时间概念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金木水火图 跟心肝平肺肾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连结 连结了以后发觉我们肝脏是由肾脏 由肾而生 然后肝生火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筋跟肝又上课 然后就会发生看到一些表征 一些身体的表征 来了解到我们的肝脏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看到的是眼睛 眼睛的眼白 就会发觉有点黄黄的 然后这种皮肤上 也会皮王肌瘦的状况 那都是肝脏质病的一个特性 另外就是我们的指甲 指甲有一个断裂 然后指甲还有横纹 这种状况里面也是表现肝脏受损害 另外有肝脏 有人说蜘蛛痣 这些都是因为肝所引起的 但是表征出来的就是肺的表征 所以肝肺是互伤 但是也会让他的表征出来 让我们了解到自己身体的内脏 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是讲 两个我们的筋络 其中一个是胆筋 另外一个是肝筋 胆筋是足小羊胆筋 另外一个是足缺羊肝筋 胆筋呢 是从我们的右脚 右脚的尾指 然后往上走 走到我们肝脏 然后再走到我们眼睛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 足小的足缺羊肝筋 是从我们的拇指 右脚的拇指 往上走 走到肝脏 从肝脏到我们的眼睛 然后可以发觉 我们的筋络图里面可以看到 不管肝跟胆是互为表里 不单只是这样子 而且会看到他们都进到眼睛 就是说肝跟眼之间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在中国医学里面 然后我们又看一下 从西方医学的 我来说从很多的研究报告里面看看 肝脏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我们就看到 我们睡眠障碍 可能会做成一个 非脂肪性肝脂病的问题 和相关性 然后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 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发觉睡眠障碍 实际上跟非 与非走晶性脂肪肝脂病 是有很明显的相关性 就是说尤其是一个有睡眠呼吸暂停症的状况的患者 会更明显 更明显 就是说他的那个非走晶性脂肪肝脂病 机会率是比别人来的高的 然后再加上韩国 针对一些工人跟他的配偶 大概有6万9463人做了一个研究 就发觉他们的睡眠实践不够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睡眠品质 比较低落的状况里面 也会做成所谓非走晶性脂肪肝脂病的风险增加 然后日本也做了一个2172人的研究 就发觉男性 男性他们睡眠时间增长 会减少非走晶性脂肪肝的机会 然后女性他是睡眠超过6小时 小于7小时的状况里面 他们的非走晶性脂肪肝脂病的机会是最少的 但是如果他睡眠的时间是少于6个小时 或者说大力8个小时的时候 就是刚好相反了 就是非走晶性脂肪肝脂病的几率是增高了 那从流行病学的研究里面表明了 睡眠不足还导致了葡萄糖稳态改变 还有胰岛素的抗性增加 还有体重增加 肥胖 代谢综合症 还有那个糖尿病等等 这些东西都跟非走晶性脂肪肝脂病 是有相关性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章 就是讲到肝硬化 肝硬化跟肝性脂病的问题 那个肝性脂病是会影响到 会影响到退黑激素中断有关 那睡眠障碍啊 主要跟退黑激素是也有关系的 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节律 节律时间是很明显的表现了 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说10点钟11点钟睡觉的 它可能会让我们3点钟4点钟在睡觉 那个退黑激素基本上是使到我们的 生物时钟改变 我要说维持一个 适当的生物时钟时间 那就是用退黑激素的一个功能 那现在啊 退黑激素被阻断了 那这种状况里面就使到我们的睡眠时间 睡眠时间的定位偏差了 那这种状况就会隐身 所以肝癌肝硬化 那怎么样去治疗这个问题呢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就是 第一个治疗睡眠障碍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益生菌 或者说一些氨基酸 然后最重要就是有可能也有 就是第三个就是肝移植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调整那个睡眠障碍 就是用光疗啦 我们说症静机、兴奋机等等 来处理这个事情 这张图片是从 台湾的卫福部里面提供的 然后主要是针对体重 体重的降低 跟肝脂肪疾病改善的关系图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讲 从一年的时间一个 来改变我们的身体状况 如果我们能够一年里面降低了 5%的那个 身体的状况 可以解除 脂肪肝炎10% 减轻肝脂肪 肝纤维化 45% 也会改善肝脂肪 35% 如果我们降低 7%以上的状况 这会 解除脂肪肝炎26% 减轻肝纤维化38% 也改善了脂肪肝 的65% 那 在纤维化的状况里面 它表现并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 但是如果 我们的体重 降到10%以上 就是说 大于10%的 体重降低了 然后会产生 90%的肝脂肪炎解除 减轻肝纤维化80% 那很明显的肝脏 都在这种状况里面 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况 所以肝脏的纤维化 肝脂肪肝的状况里面 是可以逆转的 从体重的减轻 就可以逆转的这个问题 OK 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看到的 不管是睡眠也好 或者说 那个走晶性的肝炎也好 都跟益生菌有关系 都跟益生菌有关系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溜出来的益生菌 它很特别 它很特别 它由五种的菌株所组成 那五种菌株里面 都是一些乳酸干菌 跟双细干菌所形成的 然后 所谓 那个菌株 它是有一定的功能 每一种不同的菌株有不同的功能 然后综合的菌株 它可以提升整个肠道里面 医生菌 好的菌 它的繁殖 所以 扭出来 利用了很多的研究分丝 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配方 很好的配方 利用这些五种菌株 来帮助我们的肠道有所改善 而且经过临床实验跟那个 临床研究得到的结果 不单只是在科学研究里面 做了这个体外的研究 也做了人体的研究 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然后 它里面呢 也含有一些纤维素 纤维素 来增加 益胜菌存活在我们肠道的机会 它是可以沾附在我们的那个肠道上面 有所证明的 然后也是一个 品级非常优良的益胜菌 它 我们讲菌株 很容易被污染 我们只要一个不小心 那个菌株被污染了 总会变成 由其他细菌去取代 或者什么样的 那就 没有保障 所以 一个Quality 它的品质很重要 然后 所以 Nutrile 它对任何的产品 都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的QC 然后每个品质 都要求 100% 保障 所以我们吃了这个东西 出了问题 它有 赔偿 也有 退货 也可以退货 连它的包装都经过专利的研究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益胜菌 益胜菌在肝脏的状况里面 还有些新的治疗的程序 然后怎么样去处理一个肝质病呢 你怎么样利用益胜菌来帮助我们的肝病 能够得到一个改善呢 那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这个 那第二篇文章是讲 那个益胜菌跟肝病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跟那个屏障的关系有关了 肠道联膜的问题 然后再下再下来看看 这篇文章也是讲到肝肝之间的关系 然后怎么样会管理好肝病 然后这个这篇文章也是讲到菌种 尤其B型肝炎跟肝硬化的中间 可以检查到肠道里面的菌种 可以病化 然后如果我们的菌种是 伤其肝菌跟乳酸肝菌比较多的时候 这种B型肝炎也好 肝硬化的状况也好 也得到改善 那其他呢 就是说它可能因为各种的致病菌 而做成了一些肠肉症的问题 然后这个肠肉症才是最大的影响 如果有益生菌 来保护 改变那个菌落的话 我们是可以改善肝脏的问题 然后当前 关于治疗的选择观点 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到 抗生素 益生菌 益生源 跟共生素 还有一个分辨的菌群的移植 那这些东西都是使到我们的身体 对肝脏的保护来说 有所帮助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篇文章 就是 保肝精华 保肝精华 保肝精华包括了 雨季果 蒲公根 跟酱黄素 这些植物性的 那个保肝的supplement 那这个营养素 主要来自植物 那植物还要经过 有机的种植 跟 不能用农药 然后不能基改 等等的问题 然后才产生 去提炼出 这些的生物素 来帮助我们的肝脏 抗氧化 或者说还原我们肝脏的 那个问题的 一些营养品 然后 柳翠来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在这个部分 也有专利 也有专利 那个专利是针对 雨季果 跟 姜黄素 来治疗肝脏的 殖病 直接就是一个 这样的专利品 专利项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雨季果 跟那个维他命C 还有 流行酸 这三样东西 怎么样 去保护我们肝脏 减少 减少 Asterminophen 由此产生的肝毒性 那Asterminophen 就是刚刚所讲的 那个 止痛药 解热症痛剂的 常用药 但是它就是对我们肝脏影响很大 会产生毒性 然后 如果我们用这三种的 营养品 来做一个研究 发掘 雨季果 可以去除 去除这种肝毒性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然后 那个 维他命C跟 流心酸 是可以去除 百分之四十左右 所以 雨季果是最好的一个 去除肝毒性的一个 活性营养品 然后另外一个状况呢 就是 维他命C跟 雨季果 有合用的话 它会 有加成的作用 有 有协同的作用 然后 维他命C 在 走经性 脂肪肝脂病的状况里面 它是 有 比较好的 治疗效果 预防效果 然后 乳季果呢 就是 针对非 非走经性的 脂肪肝脂病 有更好的 那个 效果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 有关 酱黄素 酱黄素它对 脂肪肝脂病 也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包括一些肝癌 因为它有抗氧化性 它抗氧化素是非常非常 强的抗氧化性 然后 一方面可以恢复和逆转我们的 非走经性脂肪肝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肝 减少它形成肝癌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再来下一片 看一下 维他命C 我们的维他命C 从 那个 蒸叶樱桃里面提炼出来 我们蒸叶樱桃啊主要是 还未成熟的 樱桃 未成熟的樱桃 那个里面含有维他命C 很多的维他命C 然后 从中 去 抽取它们的营养素 来 做这个 维他命C的 定基 然后 可以看到 一个 光谱分析仪 你看到 上面那个 就是 纽粹来 所做的 一个 维他命C的 光谱分析仪 就会看到很多 不同的波峰 这个波峰啊 代表了 生物素 跟 植物素跟 一些 生物类王铜的 化合物质 在 在那个 维他命C以外 的 更多的物质来 帮我们做 抗氧化的能力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 一般的 化学合成的 维他命C 你就看到 它的 光谱仪里面 没有这些 生物素 也没有这个 生物类王铜 那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 维他命C 是多好的 然后再看一下 下面 一个状况 就是说 我们的 维他命C 是一个 8个小时 长期 长效释放的 一种 定期 它这个东西是 用 夹击 纤维素 去包裹 我们的 维他命C的 材料 用 定时的 释放 就是说 在8个钟头里面 让我们的血液 浓度 维持一个 一定的状况 里面 不断的 释放 维他命C 让我们身体里面 能够长期 有一个 抗氧化的 效果 反而说 抗病毒的效果 如果我们只是说 吃一些 合成的 维他命C 它其实是 尖锋上去 一个钟头里面 吸收了到最 顶点 20分钟掉回来 我们身体里面 真正的 有效的时间 40分钟到50分钟 然后这种状况里面的 维他命C 当然是无效 很多的 西医酱 这样的 维他命C 不能抗病毒 不能怎样 因为它在身体的时间 太短了 它没有 很长时间里面 有这个维他命C 在我们身体里面 分布 而且 来做这个防护 当然是无效 但是 扭车来 突破了这个问题 产生了一个 8小时 强效释放的 维他命C 这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再看一下 Q10 富霉Q10 它 是一个 高抗氧化的 营养素 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 对炎症 来说 肝细胞毒性来说 来说肝硬化的状况 都得到一些 帮助 预防 然后他 整个 富霉 天里面 Q10里面 他也是 一些 植物素 很多植物素的 包括 左层的肉碱 还有 胺基 黄酸 还有一个 乙黄酸 还有一个 或者是生物类王童 这些东西 都是增加的 抗氧化性 尤其 生物类王童 这个东西 是 维他命E的20倍 维他命E的20倍 你可以看到 整个状况里面是 帮助我们身体里面 有所 维护的 包括肝脏 因为我们整个Q10 是由 肝脏合成的 如果我们靠着肝脏的 合成 Q10的状况里面 其实 也 我们补充下去的时候 就 减低了我们的肝脏的负荷 另外就是说 他抗氧化性高 对炎症 对癌症 都是好事 都得到 一个防御的功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一个 暗眠的 营养品 就是 睡眠精华 睡眠精华 它是从 一些香草 所组成的 包括结草 蟹毛草 还有 柠檬香脂 这些东西 都是 会释放Gaba 让我们的神经 紧张 放轻松的 放轻松的 然后让我们的睡眠能够 进入第3期到第4期 深入睡眠的状况 那个深层睡眠 睡眠 会使 直到我们 的肝脏得到 真正的休息 跟收 收复 整个身体 的机能 的调节 那都是需要进到第3期跟到第4期的睡眠 那 这个 睡眠精华 就是 一个这样子的 营养素 那他也是 由天然的 食物 天然的 香草 所组成的 结草 蟹毛草跟 柠檬香脂 其实 过去都是一些 中药 都是中药 怎么样去配方 怎么样的 比例 扭出来 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跟分析 所以他 在这个研究分析里面 使到我们 在临床上 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 然后也 有一个最好的 那个产地 跟他怎么样种植 主要是 有机种植 跟 它的种子到它的成品 都可以 追溯它的 原来状况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是 钙美滴 钙美滴 跟 木 动芯 那钙 它主要来源 是从 海藻钙 冰岛的海藻钙 它污染的状况里面 有固定的量 每年取量是固定的 然后 那个海藻钙 然后另外就是 钙的吸收必须有维他命D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鎂 鎂对 整个肝炎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缺 缺 缺美的状况 是 会导致 肝炎 为什么呢 等一下跟大家讲 然后 鎂跟 钙的吸收 也是互为因果的 那我们能够吸收更多的鎂 钙 这贵 也有一定的量 那我们 基本上来说 经过很多医学研究 发觉 1000mg的钙 要有300mg的鎂 然后 才是 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 但大部分人啊 都会 缺美 缺美 然后 蒙跟鑫 也是来维护 骨质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 我们的 这个钙铭D 基本上是一个 很好的 经过很多研究 比例 来 作为 我们的标准的一个 产品 一个营养品 然后 我们也知道 钙铭D呀 对睡眠非常好 钙铭 跟维他命D 都对我们睡眠很好 然后在 这次讲的 是跟肝炎有关系 叫不讲睡眠的问题 然后 看到就是 说 当我们的 美跟肝质病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就是说 如果我们缺美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有 大概40%人缺美 那个 美 在血清里面 缺少了 然后我们的肝脏 那 相对来的时候 细胞里面的钙 比较多的时候 会引发 那个 发炎因子 的活性 激发他的活性 那激发他的活性 以后 肝炎的机会就增高 肝炎的机会增高 使到 我们肝脏细胞发炎 之后 就会纤维化 反而说 硬化 等等的 状况出现 相对来说 我们如果 给了一些美 他也会改善 我们 所谓 B型肝炎 来说 各种肝炎 肝硬化的状况 所以 美很重要 美很重要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篇文章 下一个 就是 蛋白质 我们的大豆 大豆分离蛋白 是可以 全吸收的大豆分离蛋白 然后所谓大豆分离蛋白 的重要性 是因为 我们很多免疫 系统都需要蛋白质 都需要蛋白质 如果只有 营养素没有蛋白质 基本上我们身体 炎燃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主要 就是说要用植物的蛋白质 因为 肝脏最大的问题就是 油脂的问题 油脂的问题 因为产生 胆固成胆结石的问题 然后再下来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 用动 我们 植物蛋白里面 要 能够100%吸收的 是 不容易 然后另外再加上 所以他要用分离蛋白 所以才能 完全吸收 也去除了一些 豆类 不应该有的 我们不想要的 好像排气 我还是说一些 吃 吃激素 等等 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他也 帮我们排除掉 大豆分离 大豆分离的蛋白 蛋白里面 它 成大豆 它 少了一样的 氨基酸 就是赖氨酸 它这不是一个完成的 那个蛋白质 但是如果加了赖氨酸 它就变成一个完成蛋白质 所以我们知道加了 碗豆 碗豆里面要赖氨酸 所以整个 流出来的 蛋白粉 基本上是一个完成蛋白质 也有九种 B氨基酸 让我们的身体 能够补充最好的营养素 然后我们最后 再看一下一个人 叫 格森博士 格森博士 自然的 留法之父 然后他利用生机饮食的 疗法 帮 一些癌症病人 治疗 可以达到 50% 的 存活率 然后另外就是他 存活的时间 是存活到 5年以上 然后 这些 名人之间 也有 很多的 利用 咖啡排毒 用格森疗法 来帮助他们 然后可以看到的 一些名人见证 包括宋美龄 宋美龄 宋美龄是 中国政治 女性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 然后 在政坛里面 大家都 认识的 然后 他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就患了乳癌 然后 他利用了 那个 咖啡排毒 格森疗法 超过了 几十年 然后这几十年里面使用的这个 疗法 一直到他102岁才离开 然后 日本的名医 辛远仁彦 教授 也是他罹患了 结肠癌 转移成肝癌 但是他 利用格森疗法 也是让他活了20多年 另外一位就是 深谷红石 是 纯美国 首席的 卫肠科医师 他自己 用自己的身体见证 认为咖啡排毒 是很好的 用了30多年 另外一位是 葛森的好朋友 史怀杰 史怀杰是 洛贝尔的和平掌得主 他本身有糖尿病 后来接受了6个星期的 葛森疗法 糖尿病完全好了 另外 就是 史怀杰的妻子 是有 结合病 结合病 当年的结合病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他也用了 葛森疗法治疗 能够传活了28年 他女儿 有皮肤病 严重的皮肤病 也得到根治 然后可以看到以上那么多的 案例 去证明了 葛森疗法 是很多 殖病可以逆转 回一个健康的状况的 所以呢 我们有机会 会跟大家 去谈论 有关 葛森疗法的 更细致的东西 我们希望在下个礼拜 重新 再讲一个 叫肝胆 伤照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回分解 今天讲的报告就到这里 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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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